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上节课咱们讲了一个数据结构 一个排序方法 排序中用的是冒泡排序 对吧 冒泡排序是非常好理解的 好多人也在用 如果你是处理 一般在成语里处理排序 就是十个八个的数据 或者是百八十个数据 那一千个数据也算多了 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 你用什么排序都可以 因为效率差了0.07秒的话 是看不出来的 对不对 那你就如果要你自己写的话 就写随随意写一个排序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是怎么呢 排序的数据 比如几千几万 当然程序处理 这样的排序是很少的 特别是对PV程序 这样是没有必要的 因为咱们这样的排序都在数据排序 把它拿到就是排序好的结果 对吧 但是如果有这样的情况 最好用快速排序 这样效率能提高10倍或者20倍 对吧 那为什么 快的原因在哪 就是循环次数的减少 对吧 你想的循环越多肯定越慢了 对不对 因为比如说拿快速 咱们刚刚说气泡排序 对不对 你排100个数的话 那就是咱们说如果不优化的话 就是100乘100减100次 这种的循环 在那优化的话 再除以2 可以这么说的一个次数 对不对 那如果如果排100个数 那么在几百次循环 就可以搞定的程度价 是不是就好一些了 而不是说100乘100次循环 对不对 所以效率循环的次数少几倍 那么效率就会提高几倍 对吧 那这几个能接触一个快速排序法 其实呢 谈不上真正的快速排序 但是这个快速呢 也比较快 总经管它就快速排序法 其实它是分质法 对吧 分质法 那么我们来了解一下 在学这算法之前呢 咱们得学一颗数据结构 什么呢 二叉数 二叉数的概念 能更好地理解这个排序 对吧 假如说我生命一个数组 我现在就用画图 来给大家解释一下 比如说我这里边生命一个 有一个数组 $AR 对吧 比如说是一个人的什么 年龄 或者身高都可以 比如说有 20 对吧 有15 有33 有44 有12 有18 有17 有44 有32 对吧 然后有10岁 对吧 有77 就大概这么几个数 对不对 还有比如说 在这边说几个 比如说是 16 没有吧 26 吧 16 对吧 14 就多说几个 看到了 看 这是不是一组数据 对吧 那这假如说这是人的年龄 或者人的身高 对不对 随便找一个人站出来 随便找一个人站出来 妹子 你想找哪个 77 77 那他随便找 最好是从第一个找 行不行 比如说 二差数的话 是什么意思 第一个数 是不是20 对吧 然后其他的数 跟他比较 比他大的 放在他的 他的这边是哪边 左边 比他小的 放在右边 行吧 那咱们看一下 比他大的 放在左边 比他小的放右边 现在 上的是 先拿一个20 跟他比较 对不对 先看一下 15 比他大 比他小 比他小 放在这边 这会儿放一个15 我决定用这个写了 放一个15 对吧 然后再看一下33 比他大 比他小 比他大 那33 是不是应该放在他的这边呢 对吧 我们这会儿来一个 33 看到了 那现在 下一个数了 是谁啊 44 44跟他比 比20大 比20小 比他大 跟33比 比33大 比33小 比33大 所以呢 我们放在这边 这是多少 44 看到了吗 现在来看 12跟20比 比他大 比他小 12比他小 然后是往这边放 跟15比 比15大 比15小 放在这边 就多少 12 对吧 然后再来看 18 对 是不是18了 18跟20比 比20小 往哪边放 右边 右边放 然后是不是跟15比掉 跟15比掉 比15大 比15小 比15大 应该放在哪儿啊 放在这边 这会儿 咱们放一个数 说上啊 18 对吧 然后17 看一下17 跟20比较 比20大 比20小 往这边放 右边放 对吧 那跟15比较 比15大 比15小 比15大 是不是那边 跟18比较 比18大 比18小 小 小 所以呢 我们需要放在那边 放在这边 这十点 17 再看 32 32跟20比 比32大 比20大 比20小 比20大 师傅往这边放 然后师傅跟33比较 跟33比较 比30大 比33小 比33小 所以 放在这边 这块 12 32 对 32 对吧 然后10 跟20比较 比20大 比20小 小 跟15呢 比较呢 小 跟12比较呢 小 这块 多少 10 10 对吧 然后以此类对 77跟20比较 比20大 比30大 比44大 77放在哪 对 这个 是不是这样 然后26 比20大 比32 比33 小 对不对 比32 比32 是不是也小 那我需要放在哪 6 放在这边 这块是 20 26 对吧 然后 16 比29 比15 大 比18小 比17 是不是小 然后 再画一个 多少呢 来一个 10 6 对不对 那14呢 比15小 比12大 对不对 所以呢 14应该放在哪边呢 对 对 这几个数 14 是不让你滑过了 对吧 那这就是一种数语结构的存储 叫做二叉数 那 它怎么存储的呢 就是有规律的存储 那比如说把数组 咱们用这个规律存储完了之后 这种存储有什么好处呢 可以有 它又是有三个节点 上边叫做中节点 这块要叫做右节点 这块叫做左节点 看到了吗 那现在这棵树的便利 可以有三种便利 一种叫做中序便利 中序便利指的什么意思呢 先读中间的 再读左 再读右的 听什么 一种叫做左序便利 先读左边节点 再读中间节点 再读右边节点 一种叫做右序便利 先读右边节点 再读中间节点 再读左边节点 是这样的关系 那现在咱们就 比如说这个数 我想从大到小 或者从小到大 我们来研究一下 我现在想从小到大的话 我右边是个小的 我采用右序便利 那你看一下 在整个这棵树里边 最右的那个节点 是哪个 往右看 最右边最右边的分支 是不是十啊 从十开始读起 对不对 右序吗 从最右边的那棵支子 十开始读起 然后右序便利 怎么读的话 先读 右中左 是不是这关系 每次都右中左吧 十 先读完右 中是谁 十二 对不对 左呢 十四 那十十二十四读完 是不是这个分支的右 就算读完了 再读中间读谁啊 是不是读十五 对吧 是不是又读完了 读这个 读完这个中间完 是不是读右啊 读右的话 是不是得从 读左 是不是得从最右边开始啊 然后 右中左 先读十六 是不是右 中是不是十七 对不对 十八 那这一棵十五以下的数 是不是读完了 那又读完了 是不是读中 读谁啊 读二十 对吧 二十读完了 再读二十 这个分支的最右 谁啊 二十六 二十六读完读中 三十二 三十二读完读中 三十三 三十三读完的话 读中读多少 四十四 四十四读完了 读七十七 那看这个数 是不是从小到大 又须变利 如果将数组的值 往这个数里一存 我只要有一种算法 变利是什么 又须变利 对吧 是不是就是一个 这个数据的 对吧 那如果左序变利 那如果左序变利呢 你看从最左边开始 先是谁啊 七十七 再变利中间的 四十四对不对 然后这个几点变完了 再变利中间的 谁啊 呃 在二十二十 二十六 应该是先从哪开始啊 呃 是左中右 最左边最左边哪个 十八 十八是不是最左边了 对吧 然后十八 然后呃 又十七 然后十六 然后再回到什么 十五 对吧 然后再回到十四 再读十二 对吧 十二 左中右吗 然后再读十 你看 是不是就从大到小排序 所以呢 快速排序采用的就是 类似于这种 什么 这种算法 类似于这种算法 知道吗 把一个数分为左右左右 形成一个有规律的一个存储容器 对吧 再把这存储容器一组合 哎 就有咱们的顺序了 听懂啊 这就是快速排序的借鉴的一些算法 二差处的算法 好 由于时间关系 那么咱们这节课只是稍稍说快速排序的一些让大家好理解的一些原理 那具体的代码怎么实现 咱们下节课向大家详细介绍 好吧 好 谢谢大家 这节课 应该说快速排序法的 一种快速排序法的基本原理 咱们先说一下 好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